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呢 是功能建房挑战随机功能建房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栋房子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要挑战装修的房子 那这一栋房子呢 我是在模拟工坊上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又稍微再检修了一下 就把里面的家居都拿掉 然后外观又改了一遍 那这一栋房子呢 总共有11个功能区啊 所以说呢 这个随机的轮盘里面 那我就是放的是一个功能的区域 那楼梯后面的这么一个小空间呢 我就是当做底楼的这么一个小厕所来用了 我们先从进门处最左侧的这么一个空间开始转起 我希望转到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功能 哎 休息室蛮不错哦 那我们的休息区域呢 可以放很多 就是可以是客厅和卧室和娱乐房的这么一个结合体 我们要先放一个取暖的地方 冬天的话呢 我们一进屋就可以 拐角处就可以来取暖 然后我们再放就是比较大的拐角沙发 休息室嘛 就是也可以提供客人休息的地方 然后我们主人呢 下班回家 那特别累的时候 就懒得脱鞋脱衣服嘛 就直接在沙发上躺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沙发一定要非常的舒适 那墙面上呢 我们就是要有电视机还有镜子嘛 这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然后我们这里再放一个画架 那画架就是你一边画画 然后一边看电视 然后一边怎么说呢 听音乐找灵感 然后累的话就坐在沙发上 翻一下一些画册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沙发的前面就放一个茶几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再多放 多放一些装饰品 我打算放一条毯子 然后呢 抱枕 再看吧 我觉得摇椅是肯定要的 因为大家就是要坐一圈嘛 这样的才会很好的去聊天说话 那旁边也放几个小桌子 就是放一点酒水啊 或者是放茶杯在那里 就是随手一放就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画架上面也可以多放一点 就是一些香薰啊 还有一些药水之类的 我们也放一个地精吧 然后还有一些 哦 这个山羊装饰品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然后这个老师的一些听音乐的 东西 我们也放一下 然后这一些 绿质装饰品 我喜欢就是那种锤掉下来的装饰品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装饰品 嗯 还蛮浪漫的 这是我纯粹的一个个人的喜好 然后呢 我们在取暖的活路上面 也多加一点 那种比较有意见的雕像吧 然后窗户上面再加一点藤蔓 就是爬在窗户上面的一些绿质 我觉得还挺美的 还挺有意见的 可以这么说吗 我这样形容的准确吗 然后呢 我们在地上再多加几点绿质 就是有呼应的感觉嘛 然后呢 我们在天花板上再多挂几 再多挂一些绿质 然后再放一个梯子 这样的就是 我们的主人可以爬上去 然后去修整一下 去修理上面的一些绿质和藤蔓 那地毯的话呢 我想放两块地毯 那一块呢 就是毛茸茸的 看上去很暖和的 类似的地毯 那另一块呢 就是 感觉是不太一样 就是两个交错在一起 叠放在一起 那还有蜡烛呢 是必不可少的 我个人觉得蜡烛是 烘托气氛的最有效 也是最简洁的方式之一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放一点台灯 然后垃圾桶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嘛 你在休息室里面 肯定是就是 要拆礼物啊 吃东西啊 就是垃圾桶 所以是肯定要的 我现在呢 在墙面上窗面上 看一下能不能叠放一些 颜色不太一样 形态不太一样的 藤蔓和绿植 这样子就更有层次感嘛 就比较的丰富 我还是蛮喜欢 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一面镜子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在这面墙上 放置一个有饮料的 可以放置饮料的橱柜 这样子可以让整体的墙面 看上去丰富一点 然后再加一点 比较可爱的小灯啊之类的 可以烘托加强一下 一些可爱的气氛吧 然后你灯一关 然后这一些小玩意发出的灯光 就会更加的明显 然后这里我再放 嗯 放一点就是拿钥匙的地方吧 我觉得还是蛮配 就是放在这一面墙上的 嗯 那我们现在呢 就再放一点 嗯 毛绒玩具 我觉得毛绒玩具 可以增添一点温馨的气氛啊 然后再放一点小玩具 大家看到心情就会 比较的好 比较的 嗯 怎么说呢 就比较的温暖吧 我们再加一个杯子吧 就刚喝完的杯子 然后就无意间放在这里 就可以增添一点生活的气息 我们把画架缩小一点 这样子我们空间呢 就可以腾出来 再放一个化妆台吧 因为我们的女生呢 就是出门之前 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化妆啊 然后选衣服啊 那我们在休息室里面 就可以聊天 吃点东西 然后per drink 不管喝什么 等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之后呢 就一起出门这样子 我们桌上再放一点iPad 或者iPad Pro 你无聊的时候 就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之类的 椅子是肯定要的 然后这一些小凳子 软软的 大家可以坐在上面 然后墙面上 我想再多加一点东西 就像是写字板之类的 还有唱歌的一个话筒 放在这儿 如果大家想唱歌 就直接想在这个休息室里面 开趴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一把吉他 然后飞镖 玩飞镖也是可以的嘛 我觉得玩飞镖还是 蛮有趣的 一项运动 像很多pop和club里面 都有这一项运动 就是比如说 你输了的话呢 你就要去做饭啊 或者说你要唱歌啊 然后水带烟 也是可以放一下的 然后墙面上 再加一点装饰品 像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错耶 黑猫画像 我家里就有一只黑猫 然后我觉得 这个 这个猫在CC啊 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很喜欢 然后呢 这里再加一个吊椅 那放完椅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在桌上 再多放一点 书啊 然后粉底液 口红 润唇膏 眼影之类的 女生嘛 就是东西很多 然后就是随手放 哦对了 不要忘记放一点餐巾纸 因为餐巾纸在化妆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都非常的有用 然后一些护肤品 嗯 还有什么 我们差不多呢 就是想把这个桌子放满就可以了 稍微腾出一点空间 然后再放一点抱枕啊之类的 女生超爱抱枕的 就一边说话 一边可以把抱枕包在怀里 这样超有安全感 对不对 还有一些可爱的一些 喝水用的一些用具什么的 然后呢 就是眼线笔啊 什么的都可以放 还有眼影盘啊 粉扑啊 还有一些化妆用的一些 就是保湿类的东西 我们都放一下 我们女生都很贪吃嘛 所以在桌上就放一整只烤鸡 这样看上去更加的诱人嘛 就整间房子就洋溢着生活的气息 然后再放一点玻璃球 雪球 大家有看过鬼妈妈吗 就是鬼妈妈里面 Caroline的父母 就是被鬼妈妈困在一个玻璃水球里面 我们顺便呢 也把就是玄关里面的一些东西 都给放上 衣服架子啊 然后放伞的地方啊 因为这些mods呢 是我最近刚刚下载的 我用起来还是蛮新奇的感觉 然后顺便再放一瓶酒 虽然我不喝酒 但是大家 就是一起聚会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都会喝一点红酒嘛 这里门口再放一个行李箱 然后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就需要的嘛 这种小型的游泳池呢 嗯 我这小要放到外面吧 外面的话比较宽敞 然后对就这里 我们继续来放一些小东西 一些润春糕指甲油 然后我们还可以放一些 长得比较漂亮的一些灯啊 就这样做 装饰就放在旁边 还有一些在地上的一些 小物件和小摆件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处理我们右手边 最大的一个空间低端 我们转盘转起来 哦 书房呢 哎呀我发现我这个功能建房 可能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的刺激 为什么我赚到的都是那么合情合理的 这么一个功能呢 那我们现在放书架咯 书房的话嘛 就是书架是肯定要有的 我们在这里呢 也放一点置物架吧 然后这里不仅仅是放 只是放书的地方 也可以放很多资料啊 还有一些过往的一些 嗯 Documentation Files 在这里都是可以对在一起 那我们的桌子就一定要大宽敞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在桌子上面 但电脑肯定是必不可晓的哦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家里是 有台式电脑的 台式电脑有屏幕比较大 然后工作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在家里面就是 Home Based Job 嗯 有台式电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然后我们这里就放 两个位置吧 好吧 因为两个位置的话 嗯 你可以同时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一台电脑呢 是你的副业 一台电脑是你的主页 那我们书架上要多放一点书咯 那空空的就不是很好看 然后再放一点小小的装饰品 因为你在一个家里面时间待久了嘛 你就会有很多的 嗯 Souvenirs 就是纪念品啊 小东西啊 小玩意啊 尤其是女生待的地方 还有一些杂志啊 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总会在那里去卖一些旅游指南 然后 对 还有些地图啊 然后 博物馆里面的一些藏品什么的 我个人是经常会去拿这些东西 就以免以后忘记自己去过哪儿 然后想看一下有什么知识点 可以就复习一下的 当然也要放一些装饭品啊 当然也要放一些装饰品啊 像茶杯 茶几 花瓶之类的 女生要多喝点水啊 不水 就是年轻的时候 你当然就觉得还好了 但是我真的劝你 就是大家从20岁开始 就要开始喝 喝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像胶原蛋白之类的东西 你不要觉得没有用 只要你买到正确的一些补品 时间长了 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的 嗯 运动啊 一些橘子 还有一些书本 我们都放上来 我们书房也会有一些 嗯 小小的装饰品嘛 但这些装饰品 就没有那么的 就只是观赏性的 不是的 我们的装饰品 这里就是可以放一些 就是可以有 可以挂东西的 类似的这种 比较有功能性的装饰品 然后画也是啊 因为我们 毕竟是喜欢艺术的 这么一家人 那我们这里就是有画家 还有画 我们画就是 在休息室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画放在书房里面 我们桌上也多放一点书吧 这样子更加真实一点 真实感 然后一些笔筒啊 然后也放一点 iPad Pro这样子 你工作的时候 往旁边放一个平板 还蛮有用的 然后放一些小包包啊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你包包里面放 手机 钱包 药匙 直接出门 对吧 我们再放一台手提电脑 如果你要 旅游的时候 顺便要做点工作的时候 那只有手提电脑可以 OK 我们现在来处理 左手边的 写字台 那我们左手边 写字台呢 可以单独 空出来 是给我们的 孩子用的 或者说是你朋友 来到你家里面 他可以就坐在这里 然后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上上网啊 看看书 写写桌 对吧 我们先放一下 我们先放一下 我看 那我感觉 这个桌子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等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有没有更加好看的桌子 那这里有点空地的话 我们就放一个显微镜吧 就是关于那些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啊 研究类的东西 我们都在书房里面放一点嘛 然后就是下象棋的地方 下象棋的地方就是要非常的安静 就是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 那就不能够放在客厅啊 或者休息室那里 好 室里是一个鱼缸 那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走廊那里 更加的美观嘛 我不知道这椅子能不能坐 就是能不能坐下来一下 下象棋 我们等会再看吧 地毯是必不可少的 我超级喜欢地毯 我基本上每一间房子都会放地毯 那我们最后呢 就来放一点蜡烛 好吧 万一停电的话呢 这些蜡烛是很有用的 来放一点闭灯 我个人非常倾向 比较古典的闭灯呢 首先闭灯它不占位置 那其次呢 闭灯也能很好地修饰 整个房间的一种气氛 烘托一下气氛 然后这里再放一点 中式花丛之类的 为了和休息室的风格 大致一致呢 我们在墙上也多放一点 绿纸和藤蔓 那这样的看上去也挺美的 那这里的一片巨大的玻璃呢 我们再放一点窗帘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透明的窗帘 就看上去很美嘛 就是我的风格 就是我喜欢的一种 一种气氛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在书房里面加镜子吧 如果说你跟你同事视频和你老板视频和你的客户视频的话 也要注重你的 注重你的 一容一表 对吧 书房 那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现在来看呢 我们左下方的这么一个空间 哇 是次卧呀 还挺正常的 真的 我们休息室的后面就是次卧 而且呢 是半空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和谁都是可以在这里躺上一会儿睡一会儿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空间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就放两张床 一张双人床 一张单人床 这是被子 然后镜子的话我觉得我要换掉吧 然后衣橱是肯定要用的 这个花丛就放在我们楼梯的后面 对 因为那个花丛是可以黑羞可以睡觉也可以就是浇水施肥 你懂我的意思 然后这里再放一个挂在墙面上的大镜子 卧室是肯定要有镜子的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一点衣柜之类的 就是床头柜 我觉得我们家里面肯定是还会拥有宠物之类的 我们把宠物睡觉的床也放在次卧上面会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照样在在窗边呢在墙面上要放一点装饰品 然后这个吊坠的东西呢 其实里面是可以放绿植的应该是放绿植的 但是我呢放在这里那我家的猫呢就可以跳到上面去睡觉或者去玩之类的 然后这就是我家狗狗或者猫猫的床 然后呢食物也放一点这样子 灯是肯定要有的 我们家里面都是必灯的 就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床边灯 但是也是比较少出现的 也是因为有装饰的一个效果 就比较好看比较适合我才会放的 那地毯还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再来放一点比较大的一些肉猫玩具 我觉得床边放一点肉猫玩具或者是比较大的那种stuff toys 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们不仅放一只 我们放两只 这样子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孤单 我们再来加一点窗帘 因为卧室是一定要有窗帘的 然后呢我们在卧室里面也是肯定要放电视机的 那电视机可以小一点 那不用特别的大 因为这是一种专属空间的感觉 那我们呢还要再放一个屏风啊 因为这样子门一走进去就会看到床的话 这样有点有点没有安全感 那我们就放一个屏风 然后呢是不是还可以再放一点 就是像玻璃一样遮挡的一些 嗯我看还是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再多放一点绿纸 那我们就是室内的一些装潢设计和风格呢 就是大致要大致要一致 那我们的墙面呢也会多放一点绿纸和藤蔓 这样子和我们的书房和休息室就可以融为一体 是卧室嘛 那就在墙面上装一点可以发亮的一些装饰品 像月亮啊星星之类的 晚上嘛 嗯然后呢那我们就差不多啦 然后就在玄关的地方再放一点地毯吧 因为玄关处就是玄关处嘛 就没有什么好就没有什么好那个转盘的 玄关处嘛再放一点厕纸 餐巾纸 嗯这是我个人习惯了 我特别喜欢放厕纸 然后呢再放一个hello 嗯然后再 嗯再放一个这种类型的装饰品就可以了 那我们然后呢就到了一楼 嗯我们到一楼一个 屏幕最下方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我们来开始转盘 厨房耶 真的好正常哦 这个空间做厨房正正好好 我们先把厨房该有的东西先放上去 然后呢如果觉得位置要变动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就直接改变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放两个灶台 灶台 我放两个灶台 那这个房子里面就是会有两个人一起做饭嘛 就比较的快 也比较方便嘛 让每个人就是做自己喜欢吃的晚餐 让我们大家可以分开吃或一起吃都可以 微波炉啊 然后是泡茶机 然后水槽 嗯炸汁机 都可以先放在这里 这样子还是要放的 因为我们制无贵啊 会会派上很大的用场 真的 大家如果一直在厨房里面 做饭做菜的话 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白色还是蛮美的 我特别喜欢我的厨房是颜色比较浅的那种 那种调调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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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厨房间也不要忘记放一点就垂钓的装饰品 那这样子呢就是和我们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 就是相呼应 然后呢我们要再放一点就是我们早饭啊像麦片 然后泡茶用了一些茶袋 还有一些刀具啊锅碗瓢盆啊什么的 都要放上去 就厨房应该有的东西能够放的就放上去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放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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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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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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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但我基本上呢不喜欢就是橱面上墙面上还有橱柜上都是空空露眼的感觉 我们至少要放一点装饰品在那里 让我们整个室内装潢看上去雅致一些 我知道卧室就是不能够放太多的绿纸 是不是晚上它们会好像是会影响睡觉之类的 那我们就放少一点 然后多放一点家居用品 像这个淋浴间还挺好的 它上面还有可以小睡的地方 就是可以给孩子之类的 哦这个闭灯我超级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下载的 反正就是我发现了之后我觉得哇这是我最爱的最爱的那个灯 我们蜡烛是要放低我们蜡烛是我每件空间里面必备的 必备的装饰物 我们下期内一参成墙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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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呢 字幕 李宗盛